大家好,我是默默妈妈 把一块鸡胸肉放进滚烫的油锅里 出锅瞬间变成一道特色美食 很多人没有见过更没有吃过 一起跟着视频来看看吧 首先准备一块鸡胸肉用刀从中间片开 然后再改刀切成粗条 比筷子稍微粗一些 最后再切成小方块 全部切好之后放入碗中备用 接下来准备几根小葱切成长炖 再来准备一块生姜切成薄片 葱姜切好后放入鸡胸肉里面 然后加入一勺料酒 一勺食盐 一勺胡椒粉 然后下手抓拌一下 抓拌均匀 让每一块鸡胸肉都能沾上一层料汁 抓拌均匀后先放一边腌制十分钟 让它充分的入味 接下来准备一个小碗加入多一些番茄酱 再加入一勺食盐 一勺白糖 多一些白醋 最后再加入多一些清水 然后用勺子搅拌均匀 将番茄酱和调料搅拌至化开 搅拌均匀后先放一边备用 现在鸡胸肉也腌制好了 将里面的葱姜剪出来不要 接下来再来准备一个盘子 往里面倒入适量的玉米淀粉 然后把刚腌制好的鸡胸肉 一块一块的放进来 接着用筷子将鸡胸肉的每一面 都沾上一层薄薄的淀粉 看一下 像这样就可以 全部做好之后 放入盘中备用 接下来往锅中倒入多一些食用油 油温烧至七成热 用筷子试一下 周围冒密集小气泡就可以 然后把裹满淀粉的鸡胸肉 一块一块下入锅中 下锅的时候要分三下入 防止它们粘连在一起 全部下锅后 再用漏勺轻轻翻动 让它受热更加均匀 朋友们视频都看到这里了 如果觉得我的视频 对你有帮助的话 就动动你发财的小手 给我点个赞吧 你的每一个点赞和留言 都是我前进的动力 感谢大家一直以来的支持与鼓励 全程炸至五分钟 炸至鸡胸肉饱皮颜色金黄 像这样就可以控油捞出来了 为了口感更加酥脆 咱们再复炸一遍 复炸时间也不要太长 大概给它炸个30秒左右就可以了 然后控油捞出来 先放入盘中备用 接下来锅中不用放油 然后把调好的糖醋汁倒进来 开小火慢慢翻炒 把糖醋汁炒至起泡泡 先从小泡泡慢慢的变成大泡泡 炒至有一点粘稠的状态就可以 然后把炸好的鸡肉快倒进来 开小火翻炒均匀 让每一块鸡胸肉都能裹上一层糖醋汁 这样吃起来更加香甜 而且更加入味 一直把汤汁收至浓稠 像这样就可以了 然后把它盛出来 装入盘中 最后再撒上一些白芝麻点缀一下 这样一盘非常好吃的糖醋鸡胸肉就做好了 一看这颜色就非常有食欲 这样做的鸡胸肉酸酸甜甜的 大人和孩子都特别爱吃 做法也非常简单 新手一看就会 如果你也喜欢的话就收藏起来试试吧 今天的视频就分享到这里 我们下期再见